东海龙王与结交的时机娘娘差不多 那时典型的人在家中作 或从天上来 书中的东海不留事儿 不闹事儿 只是安安静静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按照浩天上帝的要求 心云不语 自认万物 并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儿 可倒霉的事儿找上门来 那时躲也躲不过去 人家能诈出来散心 天气炎热洗个澡 我们也不能指责能诈洗澡不对 只是能诈用混天铃当洗澡精 在水中荡来荡去 导致东海龙王的水晶宫也荡来荡去 我们也不能怪哪诈 因为年幼的能诈不是故意的 他不知道洗个澡 还能影响到东海龙宫 东海龙王与结交的时机娘娘差不多 那时典型的人在家中作 或从天上来 书中的东海不留事儿 不闹事儿 只是安安静静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按照浩天上帝的要求 心云不语 自认万物 并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儿 可倒霉的事儿找上门来 那时躲也躲不过去 人家能诈出来散心 天气炎热洗个澡 我们也不能指责能诈洗澡不对 只是能诈用混天铃当洗澡精 在水中荡来荡去 导致东海龙王的水晶宫也荡来荡去 我们也不能怪哪诈 因为年幼的能诈不是故意的 他不知道洗个澡 还能影响到东海龙宫 于是派出来查探情况的夜叉 离根倒霉了 被没轻没重的能诈一千宽圈 直接打死了 接着龙王三太子敖饼也倒霉了 被有点好奇心的能诈 三下五楚二帝也给打死了 能诈伤人伤得如行云流水 轻松自在 可受害者就没办法轻松自在了 东海龙王接到消息的第一反应 是不敢置信 什么人这么大胆 竟然敢打死天庭册封的正神 当他进一步了解了行凶的凶手之后 他心里也知道 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 因为他对于灵珠子难诈 可不是一无所知 敖光是东海龙王 而且是天庭浩天上帝册封的 东海上上下下大小官员 都是在天庭有档案的 所以他们都是天庭有关 星云不雨的深知人员 敖光作为东海龙王 应该已经任职很多年了 但他与李竞在西昆仑有过一百之交 所以可以看出敖光是一个上进之人 经常参加进修培训的 敖光的能力是不用怀疑的 他的本事不会太小 从李竞的表现来看 敖光对于李竞这一类修仙者 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敖光接到敖饼被南炸打死的第一反应是 吾尔乃星云不雨 滋生万物正神 怎说打死了 李竞你在西昆仑学道 吾与你也有一百之交 你敢纵子为妃 将吾尔子打死 这也是白氏之冤 怎敢又将我儿子金都抽了 炎至痛且骨髓 敖光一听说凶手是哪吒 他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他知道南炸是灵珠子 而且灵珠子与敖饼有百事之缘 所以能炸打死敖饼 并不是特别意外的事 敖光受不了的是 能炸抽了敖饼的金 所以敖光才满腔怒气地找李竞算账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敖光的倒行不起 他能知道南炸是灵珠子就不简单了 玉须公不会到处打广告 说南炸是灵珠子的 对于灵珠子的意义 敖光也是知道的 所以敖光针对的对象不是南炸 而是李竞 敖光到了陈堂关 找到了李竞 证实了南炸的凶手身份 这时候敖光对李竞的说法是 你生出这等恶子 你是才还说我错了 经他自己供认 执你一上可过的去 矿无子乃正深夜 夜叉里凉一息与笔清点 岂得你父子无故善行打死 我明日坐上玉地 为你的师父要你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敖光做事是相当有分寸的 他并没有立刻去攻击南炸报复 也没有一下子抓走李竞 而是要走正常的程序 去天庭诉讼 而且敖光的诉讼对象 也不是直接的凶手那炸 而是李竞的师父杜恶真人 这是不是很料 魏曼不说直接抓捕南炸 南炸是奉与虚公圣人 原始天尊的赤明出世的 要想直接拿南炸 敖光可没有这样的打算 敖光知道圣人的尊严 所以他打算采取迂回的策略出气 他针对的是李竞 而且方法是想 独恶真人要李竞 可见在封神世界中 修仙者们的传承是最重要的 师父对弟子有生杀欲夺的权利 囊炸是灵珠子 敖光惹不起 但李竞没那么重要 总可以做作文章吧 龙王的策略实施 也是一波三折 中间还挨了囊炸一顿胖走 但结果是喜人的 最终一帝同意抓捕李竞夫妇 因为这二人叫子不言 纵子行凶 四海龙王来抓捕李竞夫妇的时候 能炸按太医真人的吩咐 割入环母 踢骨环腹 了结了这场恩怨 敖光的策略值得赞赏 直接硬碰硬碰不过 他就采取了迂回路线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这才是真正的智者呀